这就是宇宙告诉我们 你要注意了 也许我们在走的并不是宇宙的道理之下 我们并不是走在大原则之下 宇宙会给你讯号 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相信你自己的直觉 为什么自律神经失调、恐慌症跟教育症好得那么慢 这个问题我之前跟我的客户多少都聊到 那Peter观察到蛮多人的这个共通点 因为Peter再次强调 这个病它在我们发作第一次发作之前 其实就征兆了 那在这之前 我们行术跟养成的习惯的生命模式 就是会注定我们在这个生命的某一刻 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极度的不舒服、极度的发作、极度的痛苦 极度的恐慌 一次整个爆发出来 因为我们先前就是已经有那样的模式 所以那个借坎子一直渐渐的建立建立建立 build up build up build up 到一个点之后 就像气球 到一个点之后它就是整个爆这样爆出来 爆出来之后我们经验了毕生当中 最高潮的那一刻最刺激的爆发的那一刻最痛苦的那种感受 从此之后我们的大脑有了这样的经验 有了这样的经验 那就是我们开始要慢慢的走下坡的时候 这个经验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欲望 就是很怕忘记 很怕忘记这个经验 为什么怕忘记呢 因为我们害怕它再次发生 但是害怕它再次发生 想要避免它发生 就确实会让它越容易发生 为什么人的大脑总是这么矛盾 因为这就是人的大脑一个错觉的区域 我们一直去注意到我们去不想注意的事情 而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毕生花了太多的注意力 太多的执念 形塑太多的无畏的能量 在这个身体上面 然后去不断的用我们自律神经去代偿 然后让我们的压力借砍值 超过那个借砍值 最终会形成的一个结果 也许我们过了之后 我们过很久了 它还是一直跟着我们 对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很大的伤害 如果说我们平常有保养好的话 但是它还是会发作 还是会不舒服 不管是急性的或者是慢性的 它就是一直在那里 现在我们认识它了 以前它也一直都在 只是我们不知道 它是谁 我们不知道它跟着我们 不知道它如何在一旁安静地陪伴我们 帮助我们在真正危险的时候存活下去 我们没有觉察到 现在觉察到了 我们又不想要它 这怎么可以呢 它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而且这个朋友 今年累月 你会跟它相处的越来越融洽 你会知道说 谢谢你 你看着眼前的这个症状 但是此刻 你也许不需要它在你旁边 你对它微笑 接受它 它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它 它都是存在的 它一直都在 感谢它一直这样子陪伴着我们 而最终我们要恢复的是 我们去面对生命当中每一个人事物的时候 是否都是用执念去push push 是否都是用执念去 决定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 还是我们就是像行云流水一般顺水推舟的 活在爱的状态 用爱活在每一分每一秒 就让水往低处流 的一个非常自然的 祥和的状态 还是我们今天一起床 也许我们不再在乎我们的症状了 或者是心情了 反正有事情要做嘛 但是我们眼前做的这些事情 对这些事情又有过度的期望 那依然我们在精神层面没有恢复 它仍然是会给我们这些痛苦的感受 这就是宇宙告诉我们 你要注意了 也许我们在走的并不是宇宙的道理之下 我们并不是走在大原则之下 宇宙会给你讯号 告诉你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相信你自己的直觉 我们人啊都有个欲望 那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要有个敌人的存在 这个敌人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 还是国家 还是政治上面的政党 我们都跳脱不了 因为也许我们有敌人的存在 才感受到我的价值 那这个我的价值 何必呢 你消耗了过多的能量 无畏的能量 去浪费你的生命 当然如果说这是你的工作 那是另当别论 因为把这个当作工作的人 在精神层面已经意识到 这只不过就是个游戏 底层的人才是愚蠢的人 演戏的人 跟看戏的人的差别而已 关键是我们要从一个 一直想要捡起 把这个负能量捡起 惯性的捡起 捡起的人 隔一段时间他没有来 又想要去找他回味一下 隔一段时间没有来 又去找这个感觉回味一下 大家就焦虑的感觉 恐慌的感觉 我们意识的状态要如何转化成 我们真的就是放下这一切 去往我们真心想要抵达的方向 去行走 不断地去提醒自己 放掉这一切 放下我的身体 放下我的心情 放下放下 你会像没有重量一样的行走在这个地球上 你会像一个仙子一样 没有重量的像羽毛一样 如此的轻松 因为你知道此刻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事情 因为所有的这个能量运行的方式 会照着他本有的方式去平衡一切 你愿不愿意放下 你想要抓住 这个焦虑的磁年 你愿不愿意 如果你真的愿意 你准备好了 你一定做得到 OK 今天的影片不会太长 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 按赞加分享 本频道还有很多讲自律神经失调的影片 而且Peter讲自律神经失调是讲的比较深层 不是纯粹症状 我会告诉你症状背后 到底为什么这些症状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陪着你 好 祝每个人都找回内心的平静 我们下次见